大家我们继续第三篇吧,讲这种中产教育小孩的一个新思路,我看看第三位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吧。 这个标题是,在泰国读国际学校,成本跟在深圳持平。 这个人叫圣莉莉,1984年生,现居泰国曼谷,全职陪读妈妈。 2020年9月,她和孩子从深圳到曼谷,没玩的时候,自己就有出国上学的打算,后来到了清迈夏令营,了解了泰国的国际学校。 很不错,价格和国内差不多,地理上,泰国离深圳也不远,她就给学校发邮件,很快,回复很快,学手续签证,什么都比较好办。 当然,这个去说白了就是交钱嘛,你去交钱,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声援,那就肯定是很容易办。 孩子刚刚上一年级,这个学校原本是在泰国工作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。 后来慢慢发展成比较大的国际学校,学费将近,一年将近19万人民币,这还是蛮贵的,在丹麦的话,最好的国际学校,对吧,还跟国际学校的话,估计也就20多万。 涨了很多啊,前两年的学费差不多17万左右。 学校里主要说英语啊,还有在学,一般雅语作为第二外国语言。 最后还要进入这种全球的国际学校系统,孩子跟我说,就是英语课会请教发音,阅读与写作,鼓励他们自己作画和故事。 他们经常带书回来,学校组组他们每礼拜去图书馆借,喜欢什么就读什么。 数学没有国内那么强,一年级还是在做20以内的算数。 音乐课会开放式的启发性的一个问题,比如说这个音乐表达什么情绪,不是单纯的跳个舞唱个歌,唱得很整齐就好。 他说他每天两点半就放学了,不光小学,高中也是这么个时间,没有什么作业啊,很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放学那么早,你不给他安排点活的话,这个男人那么大的精力天天陪七岁的玩啊,他上过足球,篮球,钢琴,滑板,折纸,象棋,想学就去学,不想学就换一个。 我觉得这个,也差不太多啊,跟国内的话,我跟他说,深圳的小学六点放学,回家还有写作业,他觉得不可思议啊,没有办法想象天黑了才回家的感觉啊,嗯,但是,你一直要陪他,陪他多久呢? 你可能是要在清迈一直,他要读到大学才为止吗?啊,想不明白啊,那其实对花多少钱啊? 这一家其实还是蛮有钱的,看出来啊。 那泰国的自然环境很好啊,去自然学校或夏令营很方便啊,平时他们就在逛农场,大人喝咖啡,孩子在西边玩啊,释放天性,生活的氛围就是轻松,不急不慢,每个家庭似乎都能够遵照自己的节奏来。 孩子在这个年纪有很多玩的时间,很多机会可以尝试喜欢的东西,本地人也非常友好,曼谷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,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,感受多元文化的融合。 这些丰富的体验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,啊,是没法代替的啊。 学校里,啊,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,美国学生比较多,最多的,第二多的是中国孩子啊。 我看来这个在中国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啊,而中国家长,有的在联合国上班,有的在跨国企业上班啊,他们是属于非常特别普通的家庭啊,这点家产都不值一提啊,我觉得一点都不普通,你都可以不用上班,不用在联合国上班,也不用在这些什么地方上班的话,你都可以直接让小孩才读这种国际学校的话,其实并不普通啊。 嗯,他说一个辞职陪读,一个在国内搬砖啊,我记得应该是不是搬砖啊,应该,应该是另一个在国内,嗯,类似于做这种包空头。 就是外国家庭的话啊,基本是家长在这里工作,不像我们这样专门为了孩子教育啊,跑到另外一个国家,夫妻两地分居啊,我估计国外都想象不到啊,就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事情。 本地人的话,嗯,都是家里这种,就是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啊,因为泰国家庭交很贵的赞助费才能,才能来啊,要么是明星,要么是富豪的孩子。 他说经济上面有压力,应付个学费还是可以的,生活上,嗯,他们是租房住啊,这里的房子很大,租一间比较小的,一,嗯,一百六十多平米,月租差不多七千五百人民币啊,日常开销他算过啊,在深圳基本持平,不过一直在涨。 他说刚开始,孩子融入上出生过短暂的问题,三岁去幼儿园,老师反映他上班上打人,其实他是应急反映,班上有一个中国小孩,只有他一个中国小孩,当时疫情的背景啊,几个欧美小孩排斥他,产生了矛盾,但孩子的适应能力非常强,慢慢就好了啊。 孩子拿着留学签,嗯,一个孩子可以给父母一个陪,呃,陪读签,学校开具资料啊,一年,呃,续签一次,如果有两个孩子,夫妻双方可以拿到,呃,都可以拿到签证啊,购房上没有太多限制,有钱就可以买,医疗的话可以买商业保险,一年差不多三千人民币啊,看病挺方便的,嗯,就是泰国不是移民国家,这个签, 签证不能在这里工作,也没有办法把它换成永居啊,虽然这,虽然有其他的办法留下来,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这里定居,大概率还是会等孩子大一点就回国,那你如果等到孩子多大回国呢,你如果孩子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教育,你回国不会被碾压死吗,啊,其实我对第三个这种故事,我是不是很赞同的,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啊,嗯,就这个妈妈没有在这里建立社交圈啊,日常生活基本围着孩子, 这里,呃,带小孩过来的家庭居多啊,大家都在国内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,这里因为工作限制也好,个人选择也好,只有一个身份,陪读妈妈啊,呃,我们因为这个身份才认识,关系好像很单一啊,今天这个妈妈跟那个妈妈好,明天又不好了,我总觉得自己无法在这里获得真正的交流 和这种人家的关系啊,嗯,我觉得这个,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啊,嗯,也就是这个妈妈她,她不像前面两个故事一样,对不对,她们没有在,在做自己啊,我们读的第一个故事,那个妈妈是什么,那个妈妈她有自己的生活啊,她是以主导的,对不对,她,她作为主导带着她自己的小孩,因为她们喜欢旅游,喜欢旅行,对不对 她有制定各种计划啊,嗯,那是非常好的,然后我们讲第二个去加拿大的爸爸,嗯,她是对吧,她有自己的想法啊,就是说孩子已经去读了大学了,已经出去了,但是她自己还想拿加拿大的一些身份,对吧 她有自己的这种,嗯,对吧,想去学语言,想去融入生活,并且呢,对不对,她,她,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办法去,去,去留下来 啊,这个妈妈其实,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图什么,你的目的是什么呢,啊,你又不想在泰国一直生活下去,完了在泰国呢,嗯,也完全没有融入,你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陪读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,但你在所有的,这个,所有都围着小孩转,那如果有一天,对不对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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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本末倒置了,但这个小孩,他,你说真正的在泰国,他能,又能学到的是什么呢, 我看了他的学的东西,也,也没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,但如果说你未来还想回中国,那你回中国,你不得被,你这小孩,你不就废了吗,你不就被碾压死吗,那你回,回中国,你又怎么办呢,没有任何办法,那如果你一直在泰国这样生活下去,你如果又没有工作,对吧,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的话,你可以在大使馆找个工作也可以啊,啊,或者是说,对吧,你看加拿大那个,他还有想办法去,找一个水管工啊,做蓝领工人之类的,我是觉得,啊, 就是,第一个妈妈啊,第一个故事那个妈妈,她,她是非常有想法的啊,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啊,我们是非常认可,或者是,我们只能说是自贪不辱,做不到啊,第二个的加拿大的爸爸啊,就是他风险精神和自己动手能力都很强啊,他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,或者有自己一套逻辑可以养活自己,对不对,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,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啊, 第三个故事,我就看到这个妈妈,就是完全丧失了自我,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,如果你有一天孩子长大了,哪怕要还,哪怕你一帆风顺一直在泰国,有一天孩子,去读大学了,你会突然间发现你的天都塌了,你说我读,陪了他十几年,这种陪读的时间,突然间他已经读完了,他已经出去了, 你怎么办?你的整个,你的整个精神世界都崩塌了,对吧,你在丧失了自我,这个其实对小孩非常不好的一个带上带头作用,要么他,小孩一直这样下去,要么你就是变成一个妈,小孩变成妈宝,要么你就是,大人就会变成患得患失啊,这个是,这非常有问题的啊,所以说我们读这个东西,有的可以让我们学到东西,有的可以让我们 令我们钦佩,但是有的其实也可以让我们 言以为继啊,好吧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,谢谢大家